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族军线 那么这一集呢 有网友呢 其实让我来谈一谈 现在呢 把美国德宝套餐 归类为乙类乙馆了 这个肺炎这两个字 已经不再使用了 使用的是橄榄 那么对于这个事 怎么看 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么我们现在呢 分享一下这个文章 然后呢我们再说说看 但是我个人感觉 即使这个 这个才是真正的放开了 就是说你之前在国内 你说取消核酸 取消那些呢 我个人认为 那也只是说叫优化 现在它边境是真正放开了 那么 其实说句实在话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怎么感觉 国内的情况 要比国外的情况要严重 因为在海外 我问了很多的网友 包括我也看到了 很多的这个情况 他们好像感染 并没有像我们国内 这么严重 国内现在有的 甚至都有白费的 这个情况出现 甚至有的能谣传说 北京感染的是德尔塔病毒 当然现在他们有出来 这个辟谣说 不是德尔塔病毒 那么就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正面对新冠病毒大范围 传播的中国在周一 12月26日宣布 将在明年初停止 自疫情爆发以来 持续了将近三年的 严格路径隔离措施 并有序恢复 中国民族出境旅游 这至中国12月初 结束动态清零以来 又一次对严格疫情 管理措施的放松 在中国的微博 等社交媒体上 公众对政府停止 境外旅客隔离的决定 褒贬不一 不少网民欢呼 三年的出入境封锁 终于结束 但也有人担心 这会将国外的病毒 带入中国 进一步加剧疫情 过去三周里 中国突然爆发的 病毒感染传播和药品 缺乏引起 不少民众 对当局开放政策的质疑 连一些支持开放的人 也批评中国 开放速度过快 准备工作不足 就在过去这个周末 中国宣布将停止 公布美日疫情数据 此前 中国政府已不再要求 全民强制检测核酸 其美日公布的 感染数字 已经难以反映 当前全国感染 传播的时期情况 那么现在呢 这个 出入境 这个边境 这个管控放松了 这才是真正的放开了 那 这个 海外会不会有 更厉害的这个毒 这个还是要 传播到中国来 这还是要观察的 但现在呢 他们像在 这种美国的 这种宣传下 好像是中国人 都是这个毒很厉害 会传播到美国去 你看他现在 就是说 禁止中国人 好像去美国了嘛 签证已经暂停 发放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看这个日本 好像挺欢迎中国游客的 但是呢 还是 有些国家呢 你去还是要做 那个所谓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你才可以去 那我看这个 这两天 好像这个所谓的 出国的机票的 收索量 就是从昨天开始到现在 大了的很 很多人安耐不住了 想让这个出国要旅游了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还是要缓一缓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在国内的橄榄 我估计啊 咱们都是第一批橄榄的 对吧 第一批橄榄的 到现在还没好透吧 你像我现在 就不能剧烈运动 我稍微 这个稍微 走路快一点 或怎么样 就感觉有点喘 就是说 身体根本还没有恢复 到现在你看 这个嗅觉还没有恢复呢 所以说 感染了这个新冠 到现在 起码 我个人感觉 至少 完全全康复 至少还得一个月呢 对吧 所以我个人感觉 现在不是出国的 最好的这个时机 即使要出国 也过完明年三月份 到了这个春天以后 再看这个情况 那你再出去 那你再出去 现在你出国 你要是感染的 或者说你反复感染 或者说 你在国内感染的 这个毒株 跟海外的又不一样 你看人家 那个日本那边 又什么地狱拳 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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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啊 什么什么老鹰 什么这种恶魔鹰 是吧 一种什么病毒 啊 在那边肆虐 你到时候去 你玩都玩不了 就好像我之前 啊 在在云南 在西双板大那边 对吧 我一走了 很多人不是说放开不放开 都去旅游了 西双板大很舒服 都去了 去了那边 他妈全感染了 啊 那个时候 酒店还涨价 我去的时候 那酒店很便宜的 一百多块钱 一个晚上 后来 后面都涨到了 五百以上了 你去 你玩也玩不了 躺到那个 那个那个我听那个房东讲 他说躺在那个房间里面 啊 去晚五天 四天躺在那地方 一个礼拜有五天躺在那地方 对不对 你房费照样要要付的 啊 所以我不认为说 现在啊 是这个出路径 啊 最好的这个时候 我个人认为 首先 你在国内点一天 感染一下吧 至少说你有这个 抗体吧 是不是 然后你再考虑说 出国的这个事情 啊 但是现在就是说 中国因为过去三年 保护的特别好 我就担心像 这个北京市民一样 啊 咱们一出国 能都扛不住 因为被保护的太好了 啊 所以说这个 可能群体免疫 各方面都有点差 啊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 我不建议说 马上就立马就出国 立马就干嘛的 啊 我觉得还是要缓一缓 啊 对吧 再说现在这个感染了 在国内很多人兜里都没钱 上哪去出国 就出国 你现在出国 对吧 这个要花不少钞票呢 啊 现在 减薪的减薪啊 断贷的断贷啊 兜里都没钞票 上出国干啥去 是不是 润出去 润出去 现在海外没那么好润 我跟你讲啊 那海外那种治安又不是特别好 应对策略降级 新冠肺炎 呈新冠病毒感染 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周一宣布 由于目前奥米克隆毒株感染导致的症状中 肺炎紧占极少数 不能概拓所有感染者临床特征 所以将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同时在另一份文件中 卫健委还宣布将从明年1月8日起降级对新冠的应对策略 包括不再强制入境旅客的隔离要求 来华人员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者可来华 无需向我驻外使领馆申请健康码 文件写道 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 可放行进入社会面 文件还要求各地进一步优化复工复产 商务留学探亲团聚等外籍人士来还安排 提供相应签证便利 并有需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这一宣布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不少正面的回应 太好了 等护身络绎不绝 据中国媒体新京报和财联社等报道称 中国旅游网站协程网的数据显示 则卫健委发布新政策后 澳门 香港 日本 泰国 韩国 美国等地的搜索乐度迅速上升 春节出境跟团游的相关搜索也涨了六倍 好久好久的噩梦终于醒了 一名网友评论道 一个荒唐的时代终于落幕了 另一条评论道 关于这条评论我认为还不是叫落幕 一个荒唐的时代终于落幕了 我认为还没有落幕 还是要引起警惕 自从月初突然放开后 新冠感染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快之广 导致缓解症状的退烧药等药物一药难求 各地医院发热病房急诊部 重症监护部等病人挤爆 医护严重超载 无法应付 美联社等外国驻华媒体报道称 中国的一些火葬场 每天焚尸数量也出现了不小的增长 他妈个逼的 我就想想成搞笑 他妈个逼就喜欢关注中国的火葬场 关注火葬场 关注焚尸炉 关注殡仪馆太平间 就关注这些屌事情 是不是 而且他说的这个数字 我到现在都是不认可的 他哪也有什么认认真真的做过 就是天天就说 中国是一放开 火葬场 焚尸炉 你天天盯在那个 你住在焚尸炉边上 每天在那看着 然后过来烧尸体 就说 这个是新冠了吗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脑子 他妈有病 天天就是火葬场 焚尸炉 他咋 咋那么喜欢这个 这个焚尸炉呢 你让这些记者 组织他们 住在那个 那个里面 全部一个一个问 每天住 跟他妈太平间 跟师弟睡一起 啥逼 是的 卫健委 周一发布的文件 也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解决要求 包括要求各地政府 完善药品准备和分发工作 各地医院加大医疗支援投入 而养老机构和福利机构 要实行内部分区管理措施 并在疫情严重时 经科学评估 事实采取封闭管理 网络质疑批评声不断 在许多网民庆祝出路径自由的同时 也有人提醒 过去三年封锁 对民众带来的伤害 是无法被挽回的 今年三月 上海封城下出现的物资转却 和民众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救援 在中国网络上引起愤怒 九月 贵州一辆连夜转运 隔离人员的大巴 侧翻 导致27名乘客死亡 也成为民众反对封控的一条导火索 上海乌鲁木齐一场公寓大火 未能及时扑灭 导致至少十多人死亡 并更引爆了一场 席卷中国多地的反封控抗议 不存在一切回到原样 无数人的人生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只能硬着头皮 在这个平行的时间线里面活下去 就像镜子被打碎 再用胶水粘起来 也不是之前那面镜子了 微博博主说 中国怪话三年来 对清零的正面宣传 和对病毒危害性的突出 让不少支持管控的网民 对突然的放开感到不适和反感 他们担心 中国明年年初打开 国门将进一步恶化当下的疫情 读书大杂会要来了 一名网民写道 而面对中国降级 对新冠感染的应对策略 既从蚁类管 甲管调整为蚁类仪管 有不少网民称之为 掩耳盗铃 治标不治本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 传来并被分为甲乙丙三类 甲类有鼠疫的霍乱两种 新冠被列为蚁类 但目前被作为甲类应对 尽管没有直接批评政府 但包含不少民族主义者 支持封控的中国清零派 是过去几周 对放开攻击最积极的群体之一 他们中的不少阴谋论者 信奉者 坚称新冠病毒是美国研究出来 用于攻击中国的生物武器 而且中国一月份放开国门 方便美国再次攻击 可以来中国投毒了一条评论说 但也有人认为 开放国门将帮助中国人 把病毒带到全世界 以报复西方国家 反正已经放开了 那就开个彻底 开个痛痛快快 博主小麻二 小麻小二浪右写道 国外病毒株算什么 国内也扬点大的 不给全世界享受一下怎么行 这条微博收获了上千点赞 一条回复赞同说 把病毒传播全世界 谁也别想好过 做人哪有不疯的 欧美日韩印 一个个的都别想跑 这个当然是像这种美国之音 他们故意在那里写这个东西 正在黑中国的 中国人心眼没这么坏 都是这些人心眼都很坏 天天就是关心中国的火葬场 焚尸炉 殡仪馆 太平间 什么的 你咋不去到中国 最近中国买了多少坟地 到这个坟地里面去 去掘下坟 去撤一下 到底是不是 是什么病死的 这个火葬场 据我了解 比如像我们这的 火葬场工作人员 它也有阳性的 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维持 就是很少的 最少的人员在那边 开这个焚尸炉 那死亡是每天都有的 对吧 这个东西很正常 天天就在那边盯着中国的火葬场 盯着火葬场又没有一个 有第一手采访资料 啥资料都没有 天天就只会说 一次这一次那 采访了这个火葬场工作人员 采访那火葬场工作人员 那火葬场都 你都说都来不及烧了 那接受你的屌级吧采访 倒有他妈的时间的 所以说呢 中国现在呢 把这个新冠归类为 以内遗管 我认为呢 也是大而是所需 当然你说这个 有没有病毒 是不是阴谋论 是不是这个再次 有海外的这个毒 来进攻中国 这个呢也不好说 只能说它爆发了 在那个管控吧 只能这样子了 对吧 你现在既然已经 内部已经放开了 那边境那也只能放开了 对不对 那你有一些要回国的 那不就方便了吗 对吧 现在你都不用买什么 天价机票了 回国就很方便了 那又想出去溜他的 那现在这两天都疯了 这两天还在那个床上 他也在那边收他妈的机票 所以我说这个 你得注意一点 这个我个人感觉 现在还不是出境的 最好的时机 好吧 就说了 就说这这么多吧 关于很多其他的这些问题呢 还是要走一步 看一步的 咱们知道的数据 也是有限的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